冠军大队颁奖 让我们掌声听出冠军 冠军大队 大家的音乐声中 广州恒大队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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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南海 拉拉特 阿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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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拨了一下 冠军别的第一座 我们也要恭喜广州恒大队 因为去年同样在这块球场 是江苏苏宁队战胜了他们 而今年 而不是 应该是广州恒大获得了冠军 广州恒大是中国足台 第一支未免超级杯成功的球队 所以我们要恭喜广州恒大 以前一直是 没有球队能够打破这个魔咒 就是今年夺冠 明年肯定会失败 而广州恒大呢 在今年是打破了 无法未免超级杯的 这一个魔咒 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斯克拉里 从长浦特总裁何俊杰的手上 接过了冠军的金牌 每一位成员都是金豪加身 对于广州恒大队来说 重启奥底中心无疑是一块福地 他们已经连续两年在这儿 夺得超级杯的桂冠了 他们的队长郑志 现在一个人站在我们的左侧 等待接受最高的荣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现在广州恒大队的队长郑志 将要出场 让我们欢迎郑志入场 首先由我们的专家嘉宾 向郑志翻发金牌和鲜花 接下来他就要代表广州恒大队 来领取山子2017中国足球协会 超级杯的最高卢语冠军金杯 了 至今 准备 首次共核冷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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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